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并不知道我正经历心脏骤停 我看见了一些天使般的生命 穿着白色长袍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们飞来飞去 令人难以置信 我根本没想到我已经死了 在我10岁那年 我患上了急性风湿热 但我把这个秘密守了60年 直到我第二次患上肺炎 我家人叫我到心脏专科 那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所以我到了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国家心脏研究所非常大 有着先进的手术设施 我有些朋友在那里工作 我也参与了亚太心脏壁学会多年 手术两片后 我突然心脏骤停 当时我还在马来西亚 他们使用心率调节器来急救我 醒来时 我看见我的孩子把我抱在怀里 他泪流不止 我听见他大喊 妈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离开我 我说 别担心 你怎么哭了 我没事 十天后 我回家了 我很开心 我的两个心脏瓣膜已换上新的 二肩瓣和主动卖瓣 但是一两天后 我发烧了 持续了将近四个月 当我感觉恐慌时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泰 我练了法轮功大概两个月 现在我没有任何病 很神奇 我曾经一天服食六颗神经药丸 甚至在临睡前 需要吃两到三颗安眠药 但现在 练功两个月后 我不再需要任何药物 现在我可以轻松地站立和坐下 他曾患关节痛 需要坐在较高的椅子上 然后我打开他给我的材料 感到非常惊讶 我的天啊 这完全和一个叫泰的医生 在十二年前给我的资料一模一样 当时他要告诉我 关于法轮功的事 Dr.Tai对我说 我们一起练习吧 我开始练习 他真的有效 我不再因为写小板减少症而痛苦 我知道他以前健康不好 手脚不停地流血 还有月经问题和鼻痘炎 他说 我只学习了几个月 现在我完全好了 Tai 读一读这本书吧 那时候 我完全不了解 但现在我想 天啊 这是同样的大法 为什么十二年前 我不知道珍惜呢 然后我决定修炼法轮功 我尽力做好 我早上四点起床 练五套功法 然后我去上班 有时参加集体学法 和学员们一起诵读法轮功 转法轮和精进药纸 大法书籍读得越多 我感觉自己变得越高尚 它是由内而外的 它唤醒了我内心的很多之前不理解的东西 我想 是这神圣的大法救了我 使我从原以为不能治愈的疾病中康复 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康复了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健康 发烧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非常自然的 没有发烧 没有疲劳 过去我的血压是低压200 高压220 我必须时常服用利尿剂和降血压的药物 我的心脏逐渐地康复了 我尝试放弃低高心 利尿丸 血管扩张剂 最后我连降压药也放弃了 直到现在 我已经一年没吃过任何药物了 而我变得越来越好 还有一件神奇的事 当我再去医院上班时 几位年轻的同事问我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我回答 因为我练了法轮功 他们惊讶地说 哦 真的 我说 是的 这就是我修炼法轮功的经过